假设AB均为正数,而且A加2B等于12,是求A平方B的最大值,并求产生最大值时候的AB的值 好,那我们要利用算术平均数大于几和平均数的这个算计不等式来计算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A加2B,而这里呢是A平方B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符合这两个条件 好,A平方B呢,就代表我们的这个几和平均数的地方呢 我需要用到两个A,还有一个B 好,这样是乘起来就会有A平方B出现 但是呢,我这两个A的部分,我在前面要加的部分呢 我不能写A加A,因为这样子的话A加A就会变成2A了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写成是2分之A加2分之A 这样,2分之A加2分之A就会等于A 但是我这里呢,我就可以写成2分之A乘2分之A 所以我顶多这边呢,是系数上有变动 但是我A的部分是不是就会有A平方 好,那再来B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这边呢,只乘上一个B 但是我们这里是A加2B 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把它写上加2B 而这里呢,就是系数呢,要多一个2 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符合 乘起来的时候呢,会有A平方B 而加起来的时候呢,就只有A加2B的条件 所以呢,我们这个算计不等式呢 我们是把它拆开变成3个 所以这个小小的技巧呢,同学要特别注意 好,那因为我们拆开成3个 所以我们的算术平均数要除以3 而几何平均数呢,就是要开立方 好,那我们呢,把题目的条件带进来 A加2B等于12 所以这里呢,就是3分之12,就是4 好,那接着呢,会大于等于 这边呢,是开立方 好,那我们这边呢,2分之A乘2分之A乘2B 我们约分一下,就可以得到2分之1A平方B 好,接着我把两边呢,都乘上立方三次方 所以4的三次方是64 而这边呢,立方根跟立方呢,就消掉了 好,剩下根号里面的2分之1A平方B 接着我把这个2分之1,两边乘2呢,来把这个2分之1消掉 所以就是128大于等于A平方B 所以我的A平方B的最大值呢,就是等于128 好,那这时候我的A和B的值是多少 好,我们有三项 所以2分之A等于2分之A,会等于2B 我把它带进来我们题目给我们的A加2B等于12的这一个已知的条件当中 好,所以A的部分呢,就会等于4B 好,带进来之后,4B加2B等于12 所以6B等于12,那么B的值就等于2 好,那A呢?A等于4个B嘛,所以就是428 所以当A等于8,B等于2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最大值是128 好,带进来之后